我想这样说,现在可否加分外资入来, 言之上早,反而11月金融峰会 或国泰汇峰七人篮球赛,某程度上契机 令人可以来看一看,本来人不来, 来有机会看一看,有机会自然有人投资, 有山水带来,现在基本上水新加坡吃光, 吃光就吃光,完全吃光,香港已严重落后, 但幸好香港政府今届政府和上届政府的分别, 就是上届政府不断讲一些根本达不到的, 完全在讲大话,在梦幻香港人的, 在蒙蔽香港人的说话,记得由选举之前, 即是由2021年十月开始,不断有人撲出来, 包括政府身边的人善人,包括政府身边的善人, 包括一些立法语言,都撲出来跟大家讲, 准备通关,讲得很具体, 讲到几多月几多号通关,要怎通关, 最初有何配额,讲到真的一样, 但原来全部假的,都是无通关的, 林郑我一直用这个方法在不断讲大话, 不断被一个吊着萝卜在一个奴仔前面, 你们跑啦,继续跑啦, 你继续给我限制你的社会距离,继续谷针, 我跟着会通关给你,但跑了由2021年十月, 跑到2022年六月,林郑月娥这段期间, 这八九个月根本无做过任何工作, 好了,今届特区政府好些, 他知道大陆通关基本上是很难, 难度很高很高,是很高很高的难度,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改口风, 他就希望可以增加现在中港交流的配额, 配额,即是现在有二千个, 可能交了三千个, 只要关口可以控制到,管理到, 他就希望跟配额就算了, 好了,但另一边看, 他也都对国际通关有了新的, 完全不同了的一个做法, 他现在基本上他就愿意有一个计划, 他现在虽然他无正式讲, 李家超无正式讲过, 如果全部坊间吹出来的, 这个是高章的,我无话口讲过, 到时我做不到或不是这样做, 你不要说我, 现在大家一个美丽的误会而已, 但现在是政府用一个舆论的方法, 去吹出来,去滲出来, 政府其实有一个目标, 在十一月,是当栏球国际赛, 以及将金融峰会举办的时候, 就做到国际通关, 大家自然有一个合理期望, 通关就像欧美新加坡, 日本,越南,菲律宾,泰国那样, 就是所有人自由来到, 不需要再去酒店集中隔离, 即是由现在开始, 去到十一月就会有一个过渡期, 隔离时间就要一路缩短, 由七日缩到五日, 由五日出到四日, 四日出到三日, 三日出到零,都未顶, 这可能是趋向, 有了趋向后, 黎家超今次的解释少少圆满, 即是比较完美, 他就说因为这个趋向, 因为不断要将这些人减低酒店隔离, 他减低隔离, 无了强制隔离时间, 他就会出社区, 怎样可以保障出社区的时候, 不会污染到社会, 或者不会将病毒带出去, 他就说行多一个政策, 就是红黄马, 红黄马他不再讲实名制了, 实名其实真是Orient了, 是一个学诊人士, 或者这些接受集体强制检测的人士, 跟着他就将红黄马, 给劳崇茂说法合理了, 他暂时红黄马, 无说要继续进一步推广其他地方, 不过行政会成员高永文, 无端白事说连一个紧密接触者, 以及一个强制检测人士都要黄马, 这个希望不是, 但现在暂时李家超的做法, 就只是入境人士, 因为他入境之前, 原来已需要下载Apps 去拿一个二维码, 代表他的身份, 跟着他无论是上机下机, 检测或去酒店, 再加上他安装安心出人, 都用二维码identify身份, 而导致他可以被黄马, 这做法似乎对大家私隐有少少保障, 当然他改过程式本身, 会否对私隐都有侵犯令计, 但暂时措施似乎不是想刺激大部分香港人, 只是想管住入来的外国人, 及回来的香港人, 这做法某程度上, 比林郑月娥的做法有少少计划, 有少少策划, 希望他做得到, 但中一步港, 希望尽快通关, 尽快通国际关, 如果大陆关开通不了, 就通国际关, 否则香港经济一潭死水, 香港政府现在开始, 当他有个计划, 现在8月开始, 去到11月他有个计划, 就会逐步逐步开放通关, 这某个程度上, 对香港社会有些震荡治疗, 原因是这样, 就是你开通关时, 带来的旅客自然会带来病毒, 病毒会在社区有感染, 某个程度上震动社区, 现在香港政府愿意这样接受, 看来他也说服了北京, 北京不在绝对清零或动态清零上, 在香港再着物, 你见到最近无人讲的, 无人再用清零两个字, 反而务实些希望香港去通关, 通关无目的就是要有, 整件事不是叫他们来香港投资, 或者叫香港带来就业, 现在是讲香港糖水滚糖鱼不够钱, 资金流不够, liquidity或者流动性不够, 是需要外国资金来到, 帮在香港有资金流动自然有生意, 外国资金来香港, 短炒也好, 长摆也好, 他都需要有一个适当回报, 首先, 我们现在经常封住关, 人家来时又要坐七日酒店监, 对外国一些投资者说好, 对外国投资代理人, 对金融机构也好, 他们彩你有味, 我为何要来呢, 我去新加坡的, 我即日可以离开, 或者我第二天便搭飞机离开, 我来香港的, 我开个会议要七日时间, 这是怎样比较呢, 人家每一天都是钱, 如果说香港政府, 他现在都爆响口, 我开始慢慢放宽通关, 11月我会请这帮大哥, 来香港开一个金融高峰会议, 高峰会议什麽主题他都未想到, 主题可能是说, 会否帮中国在会计制度上, 去满足了美国现在监管机构, 就着投资者的风险, 同股不同权, 这些权益上想个方法出来, 去解决一个国际新的会计制度, 或者平衡制度, 又或者是会否有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香港新北都有一个发展, 现在可以在国际招募新资金, 用一个发债形式去发展新的北都会, 如果香港政府想到一个机器出来, 现在仍然有主题, 当他想到主题出来, 自然外国旅客便会来, 或者外国投资者, 或者投资者代理金融机构便会来, 为什麽呢?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职责, 如果香港是有钱赚的, 他们来到看到, 觉得这个投资者, 觉得这个方案是有赚钱的话, 他自然便会回来, 很简单, 是真的, 对于一些商家来说, 他反应很快, 他如果觉得那裡找到钱, 他便会去, 觉得那裡找不到钱便会走, 现在香港是被人感觉是找不到钱, 所以走, 如果你说李家超政府, 能够在11月或之前, 有一个一连串的铺牌, 是令人觉得需要来看一看, 来到之后你被人说服到, 十个来到你说服到两个, 好个现在是零个, 来到之后看到愿意调钱过来投资, 或者愿意令到香港的经济, 或者金融活动可以搞活的话, 这都是好事, 问题在于现在李家超所抛出的方案, 究竟能不能吸引到国际投资者回来, 很简单, 譬如一些投资银行, 因为投资者少了, 大陆客人都少了, 所以投资银行本身的办公室, 譬如一些霸凌这些投资银行, 可能本来在香港有三个办公室, 由三续不同的人去互相争生意, 目标要增加他们的份额, 和增加他们的盈利, 譬如这些已经可能缩到 剩下一个办公室, 或者剩下一个半办公室, 而其他办公室, 他本来缩的可能整个搬去新加坡, 将本身生意网络搬到新加坡, 如果香港政府有能力, 在未来十一月, 第一个给出一个方案, 给出一个技巧, 他们来是有一个作用的, 他们来是有一定正面作用的, 第一个这是好事, 第二个就是他们肯来, 说服到他们来, 而来到后听到实质的一些package, 他们现在十个我八个都不理你了, 我不信了, 大家两个愿意扔钱来投资, 这样对香港来说, 都是一坎死水变成一坎活水, 纵使那坎活水没那麽大, 但都是一个好事, 现在对于李家超的计划, 是否真是一个计划, 是一个问号, 因为李家超自己无亲身讲过, 而另一方面, 就算他真的有个计划, 怎样可以由现在到十一月之前, 这三个月时间, 说服到那些大哥,金融大集团的老板, 或持权力的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 不是去到十月三十一日, 你说服到他, 他十一月就来, 不是这样的, 人家的计划是一早已铺排, 所有金融大佬, 国际大商家自己的契约, 一早已排到密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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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要他抽身在十一月来, 其实现在李家超政府, 应该有很足够的一个内容, 可以说服别人做决定, 不是在开路通关一路做, 因为如这样, 很多人是因为无时间而不理,